白内障过去是65岁以上 现在降到了30几岁就发生 甚至要开刀 那么除了大家长期暴露在3C 蓝光电脑的强光之下之外 户外活动没有戴墨镜 也很危险 或者你的高度近是500度以上 加上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 哇不得了咯 你白内障的几率比别人高很多 这个时候因为眼睛干涩 就点那种超凉脸药水 刚刚提到一种是 点下去之后就让你黑白分明 这个是什么 对我们眼睛到底有什么好处或伤害 因为眼白其实它是一种黏膜 黏膜就有血管 血管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 有什么PM2.5或者戴影视眼镜 眼睛眼白的地方 血管一长出来就很红 很红约会的时候就糟糕了 是不是 眼红不太好 所以说点这个血管收缩剧 一点马上黑白分明 眼睛就水汪汪的 可是它会有所谓的这个 点完药水以后 它会有所谓的英文叫rebound rebound的意思就是说 点完以后可能一个钟头 没有笑以后怎么样 它又反而更红 反弹效应 对 反弹就再次赶快再点 越点就是后来就越点越没笑 越点就越干越色就越不舒服 这就让我们很羡慕像洛商医师 大山大水 那你现在来到台湾也好几年了 你视力还是这么好 你平常是怎么做的 其实按摩的方法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 我希望还是按这个精明穴 大家可以试试 非常就是凹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所有穴道 我们在旁观经这一条的源头 就是按进去 我看过我们客人很多都非常非常酸 就是这个里面 你把它那个推开推开 一截就是推开 这个很深的地方 对 有时就是很酸到不行 如果你看了3C产品 或者是看电脑一个小时以后 那完全酸到不行 所以那个一截按掉以后 眼睛就明亮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穴道以外 还有很多穴道 所以通常我做法就是手搓 就是用力搓 搓了以后就是一定要 就是有些人就说 我叫女生按的时候 她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没有效果 一定要手掌心 用力地扒到这里面 就是一定要这个 用热 对 这样拉开 那为什么要拉开 拉开时就上下穴道都拉开 所以代谢会变很好 就是做108下这样子 108下 可以左右这样子 你只要看过一个小时 或是两个小时 或是疲倦的时候 你按开 按了这个以后 眼睛就很舒服 所以这主要是按 金鸣穴 然后再来 其实鱼腰斩鼠 鱼腰斩鼠都是用这种热敷的 就是热敷再来按这样子 就是一定要用力按 不要怕坏掉或是皱纹 就是也不会产生皱纹 近视 一个月改善50度 嗓光完全不见 这不花钱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个眼睛保养是长期按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师傅讲过 就是说你要看东西是要看进来 不要看出去 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很有逻辑吧 意思是说我们很疲倦的 就是好像看东西的眼球都要掉出来 追剧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投进去 所以应该是眼睛是很轻松的看东西 把东西吸收进来的时候 眼睛比较不会那么疲劳 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就是叫打坐 打坐 打坐的时候就是说通常我希望是用金刚做的方式 就是按照这个里面 大拇指包在手掌里面 然后如果你可以不能双盘就单盘就好了 单盘轻松坐 坐在椅子上都可以 然后这个就是一定要握住 握住的是定心 心定下来 心静下来的概念 这个 然后压在这里 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金刚座 就是三个柱子的概念 才会颈椎 胸椎 腰椎都会挺 停了以后气血通了以后 才会眼睛会明亮 然后这个座做好以后 眼睛要全部闭着 然后舌头要顶在上面 然后嘴巴也闭着 然后你慢慢吸气 吐气 吸气就是鼠吸法 就是我们静坐进行最好的方法 心静下来的时候 吸都是鼻子吸 吐也是用鼻子吐 吸的时候肚子是要鼓出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最主要保护 就是眼睛最好放松的方法 你们可以回家自己试试 如果做了15分钟以后 眼睛就亮起来 就是说一定要眼球是往正视 眼球不能往下 就是说你眼睛闭着 眼睛闭起来之后 但是眼球你知道 眼球是正视的 对 一定要从意念来 眼球是往正视 你要看到就是500公尺 甚至一公里以外的东西的感觉 就是前面一片黑 对 这样的时候就是远看 是对眼睛是最舒服 最放松的方法 所以这样做 另外一个就是表情 我们叫说千万不要有死相 带着微笑 那个脸部的表情会影响到眼睛 树庆你可以再微笑多一点 对 刚刚你被Cue到了 我们静坐的时候 常常讲就是不要有死相 意思说好像就是好像 工作很辛苦的样子 不能这样子 带着微笑 然后这样子 然后眼球往正面看 然后慢慢 第一个心静下来 第二个眼球 眼睛最好的放松 最好的放松的时候 你可以保养到眼睛 可以保养到你整个身体的气脉都通了 而且我觉得这也可以让人比较放松 放松 对 现在那么紧拨的时候 真的 最困难的是想象在黑暗中 看到很远的地方 甚至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一片森林 我看到很多绿色的地方 这样的时候 用意念来去创造更多的东西 那王老师饮食方面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白鲤唇 它在红酒 葡萄 还有一些食物里面有 说可以避免眼睛的退化 对 其实白鲤唇 大家研究很多 其实它最主要是在心血管方面 对三高 但是对眼睛其实应该是间接的作用 就像我们都知道葡萄皮喝红酒 可是我发现喝红酒 大家都不要为了白鲤唇去喝红酒 这样子你会得不偿心 你可能会喝太多 酒精反而伤害更大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其实除了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以外 洗干净 打果汁 或者是做什么 你可以喝葡萄汁 红葡萄汁 或者喝什么 喝Basameco那种葡萄红醋 那很呛 可是很酸 像夏天我就加一点冰块 反而把它调成饮料 其实它白鲤唇含量也不会输给红酒 因为它反而是浓 那种Basameco红酒醋反而是浓缩的 它就没有酒精上面的伤害 我觉得拿来当dressing调酱 当沙拉酱 或者是小孩子喜欢喝饮料 至少比韩糖饮料很好 你稍微稀释一下 加一点天然的苹果汁 什么柳丁汁 就额外的 你让小孩子当成一个天然饮料 反而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 所以它是在紫色葡萄的皮里面 或者是一些莓果姜果类的 像其实我们台湾的桑生 也有白鲤芦醇 甚至花生也有一些白鲤芦醇 OK 好 这个是王老师提供的 再来我很好奇 主任你自己是怎么样保护眼镜 避免白内障的呢 答案是第一个 鸡蛋 眼睛会老化 为什么老化 紫外线 这女人最知道 紫外线一照 皮肤开始老化 眼睛也是 眼睛整个受到光线 就是会老化 老化的时候 你就要吃一些防晒剂 防晒剂皮肤就用涂的 眼睛不能涂 那就是怎样用吃的 蛋黄的话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 叶黄素 玉米黄素 芯 这些成分 这么多 对 这些成分的话 就对眼睛的保养 防晒是很重要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这个绿色蔬菜里面 它有叶绿素的话 其实它旁边就有叶黄素 所以我们吃蔬菜 尽量以深色蔬菜为主 菠菜 地瓜 叶 南瓜 这个几乎我们每天都有吃 尤其是这个南瓜 南瓜也是 它也是黄黄的 也是叶黄素很多 另外的话就是说 水果的话就是黄色的水果 还有黄西瓜 黄柳丁 黄奇异果 黄香蕉 其实对眼睛保养都不错 我早餐我就是吃一颗 这个全家的茶叶蛋 好像有点可怜的 只有一颗茶叶蛋 我现在就是喝这个 防淡咖啡 可是我好奇 因为这个感觉上 跟我们平常保护眼睛上 避免黄斑布病变等等 需要的营养素差不多 是 因为黄斑布也是 就临床上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黄斑布病变跟水晶体 这个白内脏是有相关联的 就是我们统计上面 就发现到说 有白内脏的人 其实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病人 黄斑布功能就不好 那有黄斑布功能不好的人的话 你去统计 百分之六十都有白内脏 所以光线这样 一直射进来的时候 经过瞳孔以后 其实它的目标就两个 一个就是水晶体白内脏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黄斑布 就是光线就这样射进来 所以说其实对黄斑布 有帮忙的食物 对于水晶体的防晒的话 也是有帮助的 这就很简单 吃一种顾 而且还顾两颗眼睛 而且真的很重要 因为一开始本来想说 白内脏反正可以换水晶体什么怕 可是说到有黄斑布 就觉得这真的要吃了 因为黄斑布并变是老人家 失明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我也好奇 像洛桑医师你眼睛这么好 那饮食上你特别注意什么 眼睛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一定要想 这是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就从一定是看发炎 跟血液循环改善 所以我列出来的这些都是 第一个看发炎 就是去比方说虾弘术好了 鲑鱼 鱼类的 我们在现在就是说 在国外统计上面 所有的糖尿病也好 神经疾病也好 心血管毛病也好 癌症也好 最好的饮食还是 大家公认为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饮食 肉类的还是鱼类 最好的 Omega369这些的来源 因为它会抗发炎 抗发炎意思说 狼光脂外线破坏任何地方 它会修复 第二个DHA鱼油 藻类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DHA是最主要还是 神经修复 神经修复意思是 我们在讲就是说 眼睛是第二个脑的细窗 就是很多神经系统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修复 另外一个叶黄素 大家说要吃叶黄素 禁食也好 黄斑部病变也好 白内障也好 都是一样 但就是说 我这边提一些 比较深色的菜 像蓝莓 蓝莓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 跟抗发炎的食物 然后又取得来源 比较轻松 然后黑枣 黑枣为什么 就是黑枣提这个 黑枣第一个改善 抗发炎或是抗氧化 或是就是说 中医所讲的黑色食物是顾肾 肾 肾有时候中医会提到 是跟眼睛有时候肝 或是肾有时候 这个系统是黄黄相扣的 另外一个 就是说现在大家常常有 那个便秘的问题的时候 吃黑枣还会改善便秘 如果就是顽固性的 像比方说 以前我们在安宁病房 比较顽固性 比较严重的那个 吃马肺便秘的事 就黑枣 然后另外韭菜 这些都是可以改善 就是说比方说眼睛的保护 好 我们今天汪老师要带来一道护眼料理 这道料理叫做 枸杞酒酿甜虾 刚才洛杉矶师有提到 我们要抗发炎 抗氧化 还要促进这个心血管的循环 才可以保护眼睛 所以我就挑了这个比较彩虹的颜色 把这些食材 那主要是用虾子 因为虾红素 顾名是一道到虾子变红那个元素 叫虾红素 它比较好记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了这个虾子 就是一般你用的白虾 或者是这个炒虾都可以 那其实如果真的可以要吃到虾红素 我之前做的料理是 我甚至会把它整个打成 把虾壳 对 一起打 用调理器把它打碎以后 去做成丸子或煎成什么月亮虾子 了解 那因为很費工 所以那个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做这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连壳的虾 我们把它洗干净 把头尾剪掉之后 把它干锅稍微剪一下 我们就用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些护眼食材来做料理这样 中间我们就可以来稍微爆香一下 加一点这个香油一点点 我们用一点这个紫色的 这个红葱头 所以紫色的食物 大家都要护眼很好 不一定要吃那很贵的名贵的 美果很贵 这个是黄昌桃 台湾在地20小小 应该365天都有 这个也是有增加它的香气 它也是有紫色的花亭树 OK 这边用到枸杞 枸杞也有叶黄素 住今过去有所谓的明目四君子 枸杞就在当中 对 其实从东汉 就有所谓的明目四君子 明目四君子里面枸杞 大家都常听 第二个就是菊花 我们以前在某医院跑新闻的时候 他们送我们就会送我们起菊茶 就会帮记者护眼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一个大家也常听到 绝明子 然后就觉得明亮了起来 绝明子 最后就是黄芪 其实这四个加在一起 有一个很特殊的很重要功用 就是他们中医认为说 肝开窍于木 所以眼睛的问题 也要分对肝做调养 所以为什么黄芪 因为它可以调补肝血 所以这部分很重要 那这四个加起来 其实西医的相关研究 也发现很妙 比如说前面的菊花跟枸杞 他们就发现 似乎对肝眼的症状有一些帮助 那后面这个像绝明子跟黄芪 他们发现对于眼压的调节有帮助 所以周西医都觉得这四个 对于现代用眼竹来讲 真的可以平常入菜好好的用 OK 好 王老师现在虾煎得差不多了 好 我们把它翻面 只要变红了 虾红素跑出来就翻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调味 我今天用的比较特别 我用这个是酒酿 酒酿 对 因为它这有一单单的甜味 还有酒气 可以行这个血气 刚才有没有 中医讲要行血气 所以我们就用一点酒酿 这个就看你适量 我觉得大概两到三汤匙 看你的虾的这个量 那再来我们用一点点 豆瓣酱就好了 好 广告之后来看 这个加了酒酿的料理 好特别 那么满满的虾就知道 虾红素 护眼料理第一个营养素 虾红素 然后叶黄素也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包括海鲜里头 DHA等等的 对 那再来一个 我们这个抗发炎抗自由基 番茄很有效 所以红色的番茄我们把它切丁 而且你加了酒酿 为什么你会想加酒酿 因为酒酿 它在中医来讲就是吃的点滴 所以你知道很多长寿族 你长寿村都会知道 我现在去日本考察 他们日本人都 老人家自己都会发酵酒酿 在冬天 对 好特别 所谓吃的点滴就是行血气 我发现这些营养素需要一些 血气的代谢 我们再加一点玉米 玉米水 这就有玉米黄酥 对 玉米黄酥 王老师 你刚刚告诉我说 有一些你的朋友 亲朋好友 白内障不理他 差点命没 对 这个是以前真的是 小时候的记忆很深刻 因为住来乡下 那种田老人家 其实就义不方便 也不知道自己吃白内障 有一次不小心 白天竟然骑摩托骑 竟然掉到那个池塘里面 后来发现原来他连白天 都已经看不清楚 老人家已经严重到这样了 搞不好那个白内障已经都 黑内障 就已经有望无边 连白天都看成傍晚了 结果才带去 真的带到镇上去 因为就义很不方便 才发现一检查 像给陈大夫一检查 你这根本看不见了 结果差一点真的是 因为白内障 溺斃在那个池塘 我印象真的非常深 那乡下的长辈 像居然你刚刚讲说 你开车晚上中间 那个线都看不清楚 不会怕吗 当然非常害怕 当然非常 所以其实说像我一年半前 发现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其实我就开始去 开始密集的去看医生 那医生都会跟我讲说 能用就用 等到熟一点再开 可是我说以我的立场来讲 我当然会觉得 如果可以在最快的时间 把这些症状给消除 当然是最好 OK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 第一个白内障的迷思是什么 第一个迷思大家常常会犯的就是 要等到熟了再开 主任 熟了再开 这什么意思 那才好吗 对 现在就是有人有迷思 就说要熟 要熟 不熟 我也不想开 我们这些虾是熟了 可是眼睛熟了再开我就不知道 那白内障其实要不要开 完全是病人自己决定 怎么说 你去问医生说 我要不要开白内障 其实医生就会跟你讲说 你自己生活工作上 你觉得受限了 那我有病人 他每天看那个 看那个股票那个版你知道吗 他说他现在0.7 他差很快 一下一跳一两万就没有了 所以他说看我0.7 我还是要开 了解 那我有病人他住在苗栗乡下 他其实他说 我其实我每天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花园里面 散散步 然后我吃饭 那个饭不要吃到鼻子里面 就好了 0.1 他都说我不用开 所以看对生活有没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原则就对了 好 那王老师你这边快要好了 所以刚才讲的什么玉米黄树 什么β胡萝卜树 叶黄树 为什么自古人们讲枸杞名牧 枸杞其实我发现 我们看到现在的营养报告 它这个比胡萝卜树 都比胡萝卜还多 叶黄树比玉米还多十几倍 那什么叶黄树也是多很多 所以我就用洗干净的枸杞 把它泡一点米酒 这样的话的吸收效率又比较高 我们最后再把它这些米酒水 跟枸杞 这一道里面有好多酒 要有米酒 要有酒量 因为你煮了它会挥发掉 主要是用酒气来带动 这些营养素的吸收 这样的话最后我们就 火给它起一下 这样所有的食材让它融入 这个味道也全部都融在里面 对 因为我们没有用辣椒 这样也感觉很红对不对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好的 这就是王老师带来的枸杞酒酿甜香 这道料理看起来红红的 食欲就特别好 再闻它的香味 有酒量的 这种有一点酒气 然后又带点酸甜味 而且里头的营养素可丰富了 有沙红素还有眼睛需要的 包括玉米黄素跟叶黄素